而加薩的人道危機現在可能會雪上加霜了 以色列是再度投下大量船單 要求東部四個城鎮的居民撤離 理由是這附近還是有哈馬斯的武裝分子在活動 所以軍方必須要採取行動了 不過聯合國就警告 加薩南部現在人滿為患 再要求民眾撤離的話 只會讓難民問題變得更加棘手 眼前這棟建築瞬間被引爆 瓦力碎片隨即向四面八方噴射 以色列士兵躲在牆角朝遠處哈馬斯目標 連環開火 坦克部隊也在一旁助攻 以色列釋出最新進攻影片 地面部隊攻入加薩市的夏提難民營 地毯市搜索每一條下弄 目標就是要清剿哈馬斯的殘餘失利 以色列宣稱他們已經完全取得 加薩港的控制權 就是這支第十三突擊旅和第188旅的士兵 暗夜聯手和哈馬斯基站成功躲下 加薩港 進一步切斷哈馬斯的後勤補給能力 以軍同時宣布完全占領加薩市西部地區 地面行動進入下一個階段 不止國防部長跑到前線 以色列參謀總長也再次全副武裝 來到加薩向官兵信心喊話 隨著以色列部隊在北加薩穩步推進 地面行動現在準備往南擴張 以軍連夜在加薩南部甘尤尼斯東部空投傳單 告知加薩民眾為了自身安全趕緊撤離到避難所 只是加薩到底還有哪裡可以躲 對此約旦外交部長火力全開 怒批以色列根本要加薩人 統統去送死 加薩州四再度因為燃料嚴重短缺 通訊完全中斷 民眾得在這種沒電沒水 又不斷遭遇空襲的惡劣狀況下 想辦法撤到安全地帶 一陣萬加薩人難以入眠 到了白天這一家人舉著吊嘎做成的白旗 帶著簡單行李繼續趕路逃命 一名巴勒斯坦記者拿著手機拍下 全家驚險的撤離過程 逃離途中炮火不斷 結果在街頭的另一側記者發現鄰居倒地不起一旁的家屬 瞬間情緒崩潰 沿路發現更多死於槍戰下的無辜百姓 CNN記者事後聯絡上這名記者問他為何要拍攝這些影片 加薩人在各種不利的情況下想辦法撤離到安全 但對他們來說這段逃難過程不只艱辛 還不知接下來的路是否真能走向平安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以色列之前是猛攻加薩最大的西法醫院 軍方現在秀出了一段影片證明他們的攻擊是有憑有據的 因為醫院裡面是藏著哈馬斯的地道 放置炸彈的汽車 醫院附近還有人質的遺體 不過哈馬斯是全盤否認還把責任推給以色列 強調是以方密集轟炸才會導致人質的死亡 地面上出現深不見底的大洞 周遭還散落鋼筋鐵架 這正是以色列國防軍宣稱 加薩西法醫院裡有哈馬斯地道竖井的第一份證據 但在用這個畫面 CNN已經把這個影片移植到這段影片 到阿什ifa的公共鑑 約30米從一位醫院的主要建築 不只如此 士兵還發現一輛專門誘殺敵人的陷阱車 裡面火力驚人 最關鍵的是軍隊在醫院找到一位哈馬斯人質遺體 他是65歲的魏斯 10月7號那天早綁架 丈夫已不幸身亡 以色列國防官員表示 從醫院筆電裡發現人質相關影像 受害者是否也在醫院裡的地道 還有帶以色列士兵深入地道探查 哈馬斯看過以色列軍隊在接近醫院的醫院 可能會有時間 如以色列所提到的 尽管以色列公布的画面 真实性还需查核 不过专家表示 以色列会将最原始情报 跟最大盟友美国分享 让美国更有信心力挺以色列 支持哈马斯拿医院当据点的说法 不过哈马斯成员立刻出面反驳 只控制以色列随身带着一批武器 放在医院里面摆拍 想要栽赃给他们 约旦外交部长也跳出来 说以色列指控荒谬至极 连约旦在加萨设立的军医院 都被说成底下有哈马斯的地道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遭闯入攻击 近村的其他医院人心惶惶 第二大的盛城医院 医护人员跟病患 还有战时避难的加萨人 已经全数撤离 当时能逃的时间 只有不到半小时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指出 阿赫利进行会医院 遭以色列坦克攻击 大批民众举着白旗冒险撤离 加萨南部纳萨医院院长表示 十分担心被加萨的同业安全 以色列轰炸医院或是哈马斯屠杀和绑架都构成战争罪 然而战火一天不停就无法展开相关调查 战争拖越久 战争最证据越难保存 幸存者心理阴影如果太大 将来也无法担任人证 受难的平民想要获得一个公道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战争持续超过一个月了 总理纳坦雅胡的声望是跌落到谷底 因为他在情报上是没有掌握到哈马斯的攻击 而且现在又是在报复性的惩罚加萨 反对派就呼吁他应该要下台负责 至于美国社会的态度也出现转变了 有民调就显示战争初期有四成的人是支持的 现在反而却认为美国应该要介入来调停 另外有超过五成四的民众 也不满总统拜登的处理方式 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冲上旧金山海关大桥 直接躺在路面上盖起白布 旁边一排车一字排开挡住所有通行车辆 示威者特别选在iPad期间吼出诉求 要拜登让以色列停火 旧金山这一场示威200多个人 把交通搞到瘫痪三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清场 但是类似的示威在全美国揭力上演 波士顿的还算和平 华府的则是半路变调 原本都还算平静 突然之间就演变成大乱斗 镇报警察用力把示威者往后推 尖叫声四七 示威者指控是警方先动手的 而且这地点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外面 有十几位的民主党议员仓皇地从地下室逃出去 一波波的抗议都凸显出 拜登在这一次的尾巴冲突 可能会变成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移民族群向来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随着加萨人道惨况加剧 引爆了阿拉伯裔群体怒火 放话说要断了拜登的铁票仓 尤其是很多年轻手头族 已经决定要下架拜登 反以浪潮烧到拜登 民调是一路惨跌 只是陷入危机的不只有拜登 还有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他到餐厅吃饭 结果被示威者一路追到餐厅里 逼他对以色列施压 喊到杜鲁道实在坐不住了 尴尬离场 示威者继续边追边骂 尾巴冲突掀起的政治动荡 还在酝酿当中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视察铁穹部队 再强调乙军绝对强大到 能碾压哈马斯 既然如此 那又怎么会有 10月7号的重大失误呢 纳坦雅胡强硬的军事行动 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民怨 但是这也招致国际谴责 本来是要来听以色列的 结果话锋一转 欧盟对以色列说出正话 看来只要冲突没缓和 以色列的压力就无法解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